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這支影片呢跟我平常的vlog有點不太一樣 甚至乎你看我現在的背景有點不太一樣 那如同大家看到的標題 我今天呢想要來計算 認真的計算 我一個禮拜獨居在香港我要花多少錢 這個是錯誤示範 但是其實我個人平常因為實在是太懶惰了 所以其實我沒有非常嚴謹的在記帳這件事情 所以很多時候我想說我的錢都到哪裡去了呢 就這樣子不見了呢 那我這次也沒有刻意說要很省 或者刻意要花很多錢 我覺得真的按照我這個禮拜發生的事情 花了什麼錢然後把它整理起來 分享給你們 那在做這樣子類型影片之前呢 我還是想要重申一下 每個人根據自己的情況都可能有不同的lifestyle 希望大家就是以一個輕鬆的心情去看今天的影片 我相信你們都懂吧 你們這麼聰明 首先我們先很快的帶一下一些固定的基本花費 那這個呢就純粹只是給大家有一個idea 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影片裡面公開我的 就是比較私人一點的 像是租金啊 或是各方面其他的花費 我現在的房租是一個月一萬五千五 水電瓦斯的話其實我有點忘記了 然後 因為我也不是每個月都繳 加上因為現在是夏天嘛 我就當平均每個月大概是五百塊 電話的話大概是兩百三十八 然後網路是兩百九十七 這個就是比較fixed 固定的花費 哈囉 大家好 今天是day one 然後今天的開場呢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 對 我今天早上才從台灣回來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非常的憔悴 我準備去搭機場快線 然後就直接去上班 反正位 給大家看一下我最近新買的行李箱 一條麵包 我現在已經到公司了 我現在已經到公司了 通常我是會在外面買咖啡的 但是今天天氣有點熱 然後我剛坐那個計程車過來之後 我就不想再出去了 所以今天就是 好 各位 所以我們今天要吃什麼 好 各位 所以我們今天要吃什麼 你們要出去嗎 哦 不要 叫彈啊 他在是 不說是 哈哈哈哈 你們咋要吃什麼呢 我今天想要吃 湖南酸辣還是吃麻辣呢 這一個耶 哦 我可以直接這樣按是不是 對 那我 我好蠢喔 你必做 不要 我這支影片叫做一個月 一個禮拜在香港要花多少錢 一個禮拜 你長大五百嗎 會 七千 會不會太貴啦 這個午餐七十 然後你吃兩個 三千五百 一個禮拜 四千 四千 阿滴娜咧 根據我正文的計程 我覺得是 六千五百八十八 四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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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時候要做YouTuber啊 怎樣做 怎樣做 太奇怪了 對吧 哈哈哈哈 我以為就奇怪 還有YouTuber 今天因為我有一個大行李啦 所以我還是要搭Uber回家 我剛剛發現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 我發現我這一趟回去要多少錢呢 基本上要200塊港幣 對 對啊 這好扛喔 那個六七五八八十八 你們知道其實你們猜對是不會有獎勵的嗎 我不知道 我就是要猜 我就是要贏 今天的晚餐要來吃這個生雞湯 這個是我在家附近的超市買的 然後我前幾天煮了白飯還有一些剩下的 就是要選 今天要吃什麼呢 你們想吃四人套餐二人套餐還是自己選自己的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 那只有這個吧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是400塊的午餐 WOW 雷小魚不魚 怎麼了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什麼 哈囉 我以為你看到 好軟定住了 我是果腾 SUSH 有 S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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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去了一趟超市買了一些groceries 一個禮拜會去大概兩次左右吧 特別今天稍微花多一點錢 因為我買了兩個比較貴的東西 就是培根還有這個cheese 本來是想要做那個cabonera的 但是呢 我現在有點改變行李了 我這次total花的錢是342.7 今天的總結大概是 這麼多錢 他有身份證耶 這一餐呢應該是早餐加午餐 薯餅起司蛋餅是40塊 鐵板麵是55塊 奶茶加7塊 所以這樣子是多少呢 402 唉唷 這麼快 喔 真的耶 好 我剛剛回到家了 這題外話但是 我到現在其實有點 不是很習慣 我的頭髮這麼短 這支影片其實是想要做一個 就是我在香港一個禮拜 到底會花多少錢 但其實我在規劃的時候 也有想到一個問題 是我們有很多費用 譬如說像一開始提到的房租啦 或者是一些可能每個禮拜 會來一次一個月來一次的這種花費 我不知道對男生來說 有沒有像這樣子的一筆費用 但是對女生來說 我想應該很多人都會感同身受的 就是美容方面的支出 然後我發現其實 那個花費真的要記下來的話 也是蠻多的 所以現在已經夏天了 你知道熱到我現在要開始脫衣服了 其實毛髮管理在夏天一直是 我相信很多女生都會很care 很在乎的一件事情 脫毛呢在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但是呢我最近就是自己真心 真的還蠻覺得蠻好用的 就是這個由全智賢代言的 YouLike藍寶石冰點無痛脫毛衣 它呢大概就是外面美容宴 拖一個部位的錢 但是你等於是可以在家裡 無限次的脫毛 它已經連續8年都賣得超好 然後最近還出了這個新的版本 目前它有在超過17個國家和地區銷售 另外它有超過30項的產品 還有技術專利認證 這個全新的Air10脫毛機 採用了全球首創的雙燈管科技 一秒可以閃四次 雙倍的效果只要兩周就可以快速的見效 另外它也增加了一個功能叫做智能的膚色識別 所以它會根據你的膚色來調整它光的強度 它有四個模式 AST、Normal、High跟SHR 都是比較難除乾淨的Bikini 或者是鬍鬚的部位都可以用 它有26J的超大能量 所以可以把那些頑強的毛髮都除得乾乾淨淨 這次來跟他們合作之前 其實我自己有爬了一些紋 然後我也很認真地試用了一個多月 然後為了測試它的before after 其實我現在兩隻手的毛是不一樣的 有點害羞但是兩隻是不一樣的 特地就是只有脫左邊的毛 然後右邊是基本上沒有動過 這樣你們就會看到那個before after的差異了 我大概用了兩周之後就可以開始感覺到 那個毛髮的生長週期變得比較慢 而且毛會變得比以前還要更細更幼 再來很多人一定會想說 啊那我自己在家脫毛是不是會很痛 我跟你說其實真的不痛 那這一版的藍寶石冰點技術又再更升級了 30分鐘內它這邊的冰感會維持在-5.1度 所以你在除了的時候只會感覺就是冰冰涼涼的 真的不會有痛感 那如果你不好意思去外面的美容院拖一些比較私密的地方 像是復刻的部位 比基尼Line或者是腋下的話 這個就可以讓你在家自己除毛 我自己可以控制更乾淨衛生之外 也比較不容易滋生細菌 然後產生其他的 你知道衍生性的復刻疾病 現在只要用我的折扣碼 YouLikeCNA就可以獲得港幣800塊的折扣 另外呢還有買一送五的超划算套組 總結來說就是花一次錢就可以在家裡很彈性的 安排自己的個人護理時間 長遠來看我覺得也是省了一筆開銷 大家如果有興趣或是最近有在觀望的話 我是真的覺得它還蠻好用的 所以我會把所有的資訊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 Hello 我想要一杯熱烈豆洛茶 是 粉紅小冰 謝謝 我想要一份這個 然後 這個是不是可以買韻樂的 哦 好啊 好啊 那兩張 謝謝 20張 很快來總結一下今天呢 脫毛的部分我稍微粗略的計算一下 假設我們在家裡至少會拖十個部位 一週兩次然後做12週的話240次 買一部機我算2000塊除以240塊 每一次使用就是8.5塊 一週做兩次的話就是17塊 所以今天總花費就是224.9塊 我剛才買到我的手機app先點了咖啡 然後我現在就可以快速的去pick up 然後就要去上課了 幾次V重鮮 炸公豬 我剛回家之前去買了麥當勞 今天早上吃麥當勞 然後午餐也吃麥當勞 兩六塊雞灘 薯條 然後加起來兩個廢箱記憶 Anyway Cheers 我現在要去我家樓下的會所繳錢 因為我月底的話想要約朋友來我家這邊 他們可以租那個BBQ PLACE 所以我前幾天其實已經預訂了 不過我還是要去付訂金才可以把位子真的訂下來 對 之前還點了就有夜餐好幾天 欸 夜餅好幾天 他們已經在北京了 好幾天 今天來總結一下 HOTO是816.3 WOW 今天的早餐非常高級 但今天星期一嘛 有需要一點高級的東西來慰繞自己 我即將上班的心情 睡什麼 UPSIDE UPSIDE Cita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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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一團混亂中 我買到我的午餐了 LOSERMAN WOW 好難得遇到大家都吃留言的 誰不吃的 誰不吃 我不知道反正很多人不吃啊 那就 我沒有 離開PRESPER WOW 危險發言 危險發言喔 我今天想要吃一個超級簡單 我之前應該也在VLOG跟你們分享過的 就是 浴飯糰 然後搭配我這個 喔 超級推這個 大家如果去DONKEY的話 看到它直接把它帶回家好不好 真的超級好吃 我發現的 這個是一個茶泡飯的料理包 你加熱水就變成茶泡飯了 我真是無意中發現這個好東西 好好吃喔 今天買了一個鮭魚 還有一個牛肉 我擦開 冰箱剩下的柳橙汁和碗 OMO還能喝嗎 它過期兩個禮拜了耶 乾 開心吧 超好吃 這次有獲得我們公司同事認證的好吃喔 我現在臉是不是看起來超級紅 因為我剛剛喝了兩杯紅酒 我們等一下今天的消費 因為我們今天是巨汁買了榴槤 是比我預期中還要高 所以今天是453.4 哇 明天就是Day6了 時間怎麼過得這麼快 唉唷 我今天意外獲利19.4塊 我發現我家的牛奶 其實到昨天就已經過期了 所以我今天把它帶來公司 這兩隻 我今天都穿得不到 就沒有臉到還 今天的午餐呢 吃的是我最喜歡的百方 supposed點的是一個肉燥青菜 但是來的時候沒有肉燥 我看起來就只有四個肉燥青菜 就是吃的 還要吃飽菜 吃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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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的豬五花還是厚的 這個 這個 這� 這� okok 自己走自己 ok 好杯 今天花的錢稍微多一點點 因為今天晚上算是一個我主舊的聚會 TOTO加起來已經能花費大概是755.38 我還沒有就是把所有東西加起來 但是蠻期待明天加起來之後 到底會是多少錢呢 讓我們拭目以待 今天呢我又要去機場了 我們這個vlog從機場開始 然後再到機場結束 現在要準備去機場 然後呢我前兩天在滑手機的時候看到一個reels 他說如果你搭計程車到機場快線 然後那一層的車子是多過港幣50塊錢的話 那你就可以拿著那張receipt 去機場快線的櫃台 他就會給你半價的車票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 所以我等一下想要測試看看 這到底是不是真的 106塊 等一下去看看我可不可以拿到半價的車票 當然過去這個禮拜有一些花費他不是 就真的很固定每個禮拜或是每個月都會發生的 但生活中總是有這種意外的大大小小的花費嘛 還是老話一句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生活的方式 剛開始出來工作的我跟現在可能工作已經六七年的我 收入跟生活方式跟我花錢的地方也會很不一樣 每個人賦予價值的那個點就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大家自己心目中有一把尺 自己的取捨 最重要的是大家根據自己的情況 然後在自己能夠負擔的範圍裡面 好好快樂的生活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很正面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以輕鬆的心情看完了這支影片 如果你看到現在的話 我給你一個 鼓掌 我已經可以foresee這支影片應該會蠻長的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